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第五天了 不知道大家溫成怎樣呢 維持著這個進度 這個進度我想7月的GLPD應該可以的 不過不知道到時的疫症怎樣 希望快點結束 大家留在家的時候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時間 除了利用Youtube學日文之外 其實網上有一個很好的apps 或者是一個網站 其實它可以讓你去旁聽 或者是參加很多不同的課程 當中可能是用英文教 西班牙人教等等 但都是一些大學的課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再留言告訴我 我再告訴你是什麼apps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就爭取時間溫習我們的GLPD M1 今天要溫習的文法 跟昨天的文法是一樣的 第一個文型的意思是一樣的 如果你沒有溫習到昨天的文法 我建議你先看昨天的影片 如果你有溫習到的話 我們就說了 第一個文型就是 這個 Youtomo 或是Kutomo 就是接動詞意向形 看到這個Youtube就是動詞意向形 E的形容詞就是加Ku 後面加Tomo 表示假定條件的逆接 無論前面怎樣 或者前面到了什麼程度 都好 後面也是不會改變的 簡單來說 就是無論什麼都這樣的意思 我們看看這裡的例句 どんなにハラテイヨトモ 家族のことを一刻も忘れたことはない 不管你也有多遠 一刻也沒有忘記過家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這樣 可能結婚 或者留學生 出了國 很遠很遠 但是你也要想念你的家人 然後今天要溫習的第二個文型 就是Youtomo ない 接觸前面就是動詞意向形 後面就是動詞的ない形 要注意這個ない形 是動詞的可能形 表示無法做到某件事 即使想摸什麼 也不能摸什麼 即使想摸什麼 也無法摸什麼 這樣的意思 例如看這裡的例句 大きな声で助けを 大声呼吸 亦沒有人出現 可能大家去了這個無人島 或者是看那些日劇 看那些劇 常常看到我的場景 可能會聽到這句話 我們今天的溫習 來到這裡 這兩天學習的文型 接觸也是動詞意向形 我覺得一直學習 動詞意向形出現的比率好像很少 跟他不太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對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讚好 訂閱和分享出去 你可以按著小鈴鐺 就可以跟我每天都溫習 不會錯過我任何一個影片 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 我們明天再努力溫習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